那我们再次进入到这个圆角命令的特征的编辑当中 假如说我对这个圆角 不好意思我刚才错误的点击了这个所有的面 我给它消除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给这个圆角呢 改成了一个石的倒角 我们先把这个面的倒角先删除 这个边呢我们也先给它做一个删除 好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半径现在是石非常大 假如说我们如果是个地方选择保持曲面 我们看一下保持曲面如果不勾选的话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它上面呢有好多的这种结构线 做完之后呢也是有这种结构线的 但是呢假如我们回到这个特征当中 我们在保持曲面这个地方选择勾选保持曲面 大家会看到哈 我们最终的结果呢 这个曲面是保持一个很光顺的状态 但是它这个边缘呢就显得不是一条直线了 所以呢大家在去倒角的时候呢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不同的选项 好的那我们再次回到倒圆角这个命令哈 我们再次先把这个圆角呢 竖直给改小一点 大家看到哈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对称这个选项 啊我们先再倒一个圆角吧 我们以这个边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把多半径圆角呢先勾选掉 这个地方呢对称呢就可以被选择了 什么意思哈 我们先先把这这条边线1给它删除掉 我们紧看这条边线 也就是说这个圆角呢 它上下 上下方跟向右侧倒的这个 它是对称的一个倒角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勾选非对称 这个这条边呢默认的是10 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角呢 就变成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哈 假如说呢我给它反转一下 就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了 是吧 当然我们再给它先点击到对称哈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曲率连续这个地方呢 我刚才讲到了我默认倒角是一个圆形 但是呢如果圆形的话呢 它渲染的时候呢可能会或者说它实际的一个物体呢 它可能会显得倒角相接的两个面这个地方呢 会略微有一点凹陷哈 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我们去选择一个曲率连续 让它变成一个接二的连续呢 这种感觉呢就会好很多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圆锥半径 现在圆锥半径是十哈 大家看近似于一个切角 假如说我把这个圆锥半径给它改到一个二 好大家看哈 这个倒圆角呢现在就比较正常了哈 假如说我再给它改到一个0.3 好大家看它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圆角 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切边 它这个地方呢始终是一个非常光滑的连续 嗯那如果是圆锥RHO呢 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哈 现在呢是一个0.5 看起来比较舒服的合适的一个圆角 假如说我把这个5呢改成一个二 好我们先改成一个0.1看一下 好它就是一个非常扁平化的 类似于切角的一个形状 好那假如说我给它改成0.9 好它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圆角 刚才因为为什么我们输入一个 呃更大的一个整数值呢 它可能就是已经倒不出圆角了啊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于一个直角的状态了 好的我们点击确定 好现在呢再给大家讲一下圆形角的命令哈 我们依次是进入 依旧是进入圆角 好我们到它这个特征修改的这个面板里 我们先把这个圆锥这个直接给它改成一个圆形 然后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小一点的圆角数 好我们现在看哈 好我们先导一下这个边 对这个边呢进行一个导圆角处理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啊 对这两条边进行一个导角处理 大家看啊我默认勾选的是切线延伸 啊它就呢一整个呢把这个线呢给选中了 假如说我取消勾选切线延伸 它只能选中这一个角 对吧 假如说我去我刚才的那个圆角里 我把这四个边都给它做一个导圆角处理 勾选 我再次进行一个导角命令 我这儿切线延伸呢还是依旧选择的 我这样一点呢它四周的这个边呢都可以被选中 假如说我不点切线延伸 那它还是依旧呢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边 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下圆形角命令 在绘制圆形角命令之前啊我们再去在这个草图上追加一个几何体啊 我们选择草图绘制 然后在这个面当中呢 我们去绘制一个啊我们用这个中心矩形来绘制一个比这个矩形要大的面 然后我们对这个面呢进行一个拉伸处理 合并结果这里勾选 我们再次到这个圆角命令当中 我们还是依旧点击这个恒定大小的圆角 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一条边先进行倒角 我们取消勾选切线延伸 我们对这一条边这一条边啊 对我们先把这个圆角先删除掉吧 之前的圆角好 然后我们点击圆角点击这个边 点击这个边啊 现在大家看哈这个圆角的形状呢是这样啊 接口处呢是非常锋利的 假如说我们勾选这个圆形角命令啊 大家看啊 这里呢就变成变成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倒角的那个形态呢 有所差别 而且大家在倒角的时候啊 我先把这个圆角删除 大家倒角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倒角的顺序 倒角呢最好是同时倒 最好是同样大小的角呢 我们一起倒 这样的话呢 这个圆角呢就会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光滑 大家看一下是这样一种效果 假如说我不同时倒角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种效果哈 假如说我先倒这个角 OK那我再进行一个圆角命令呢 大家看 其实跟刚才的效果一样啊 但是 我如果说把这个顺序呢 给调换一下 我是先倒 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 先删除掉 我如果是先倒这两个角 然后呢 我再去倒这样一个角 大家看 跟刚才的效果是发生了变化 这个角呢 通常是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倒的 我们最好倒角呢 是先倒这个树向的面 然后再去倒这样一条线 或者是你同时倒 用多重 多重圆角呢 同时一个命令当中 倒出这个圆角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如果说我们先删除掉 这个我们刚才的刀角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圆角当中呢 我们这个圆形角给它勾选 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这样呢 我们再去倒这个圆角 它是这样 又形成了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效果 大家看实际上这个面呢 在这里呢 就没有很光顺 就不是 其实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一个样子 所以Solidworks 对圆角顺序要求呢 还是挺苛刻的 这个不像比如说UG啊 其他软件啊 Solidworks的倒角没有 没有UG那么强大 所以大家倒角的时候呢 要格外注意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倒角当中的逆转参数 好 我们现在呢 先点击圆角命令 我们做一个多半径的圆角 第一条线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半径是1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给它一个3 好 我们第一条边线 我们给它改成1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做一个倒角 我们给它一个2吧 好 我们把边线1呢 改成1 大家看啊 这个倒角呢 现在看起来 视觉上非常的不舒服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 通过逆转参数呢 给它改成一个三通曲面 我们点击逆转参数下拉菜单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单击这个 三条线交叉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顶点 我们呢 可以对这个边线呢 这个地方的竖直呢 进行一个更改 现在是1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儿呢 就形成了一个三通曲面 就比原先这个面呢 看上去呢 要光顺很多 好 当然这个逆转呢 我们也可以调节 别的值 就是对这个三通曲面呢 曲率呢 做一个微微的调节 好的 那这节课呢 关于圆角命令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个 多半径圆角 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好 接下去呢 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 圆角命令当中的 变半径圆角 首先呢 我们先来到草图 我们在上试基准面呢 去随意的绘制一个举形 我们对它执行一下 拉伸命令 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到插入 曲面 圆角 或者说呢 我们在特征当中 直接单击这个圆角 我们来到变半径圆角 在圆角这个地方 我们单击其中的一条边 大家看 它现在默认呢 是给定了五个点 并且在首尾的两个点呢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数值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2 大家看默认的呢 就导过去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5 它就是 这样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如果给它改到10的话 大家看的明显一点 它就是圆滑的呢 从一个很小的圆角呢 过渡到一个很大的圆角 现在呢 我们默认的是一个平滑过渡 假如说我们点击直线过渡 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就保持的是一条直线 但是我们如果点击圆滑呢 它好像是一条样条曲线的样子 这是它俩之间的一个差别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对 现在默认的呢 是有三个控制点 我们呢 也可以给它默认的呢 去更改这个控制点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增加到4 假如说我一点上面这个小手呢 我可以对局部的这个点的半径呢 再做一个更改 当然这个P代表的是position的意思 是一个定位 现在呢 是在这条线20%的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更改 比如说出现在30%的位置 我们给它一个8的半径 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它出现在一个45的位置吧 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半径是15 当然依此类推呢 我们可以对其他两个点呢 再进行一个半径的指定 接下去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也是特征圆角当中 其他两个圆角的应用 我们来到面圆角 面圆角呢 其实就是两个面之间 你要选择一次选择两个面 或者是多个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面 然后再选择另外一个面 默认的数值呢 10 我们是就完成了一个倒角 是吧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多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面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倒角 这个面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给它添加一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执行一个 变半径圆角 或者等半径圆角的时候 执行不了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试一下面圆角 说不定呢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倒角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圆角给它 我们到这个圆角当中 按住Ctrl键呢 我们先把这个面点掉 对我们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对这个图形呢 不能用来演示一个 这个叫什么 剩下的最后一个那个倒角的类型 所以我们要先绘制一个草图 我们在这个上时基准面上呢 我们来再绘制一个矩形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矩形呢 拉得高一些 这样子 对 我们来到一个特征 圆角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最后一个倒角 大家看呢 其实这个倒角倒出来呢 就是一个 半圆形 我要点击其中的一个面 然后呢 再点击中间的这个面 再点击一个这一侧的面 它就自动倒出了一个 半圆形的这个圆角 这个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特别的简单 好的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个圆角的命令呢 就给大家都讲解完了 希望 大家在以后的练习中呢 可以多多的揣摩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